你现在正在吃面吗 你知道其实面条蛮多都是加工产物的 除了面粉跟水 许多的不效业者居然为了让面看起来更Q更白 加入了很多的化学添加物来杀菌跟漂白 那么经常被国人忽视的就是面条里头的高纳危机 因为为了要好吃好保存 业者经常会添加过量的食盐 吃太多恐怕会导致中风跟心血管疾病 而今天东森新闻的安心实路 就要独家带您走访北部中部的石家制面场 揭开美味背后的真相 面条在热水里翻滚 随蒸汽飘出淡淡清香 半煮炒炸万千变化 面条是基本主食 有人以为天然天天吃 却不知道田颊物多到超乎想象 我们前往台北 新北 台中彰化 超过十间制面工厂 揭开面条里的健康危机 工厂里刚煮好的熟面 一把把分皮立干 工作人员忙着分装 准备卖到各大餐厅小吃摊 其余的被泡进好几个大水桶 里头的液体颜色浑浊 为何要抗氧化 因为面粉一加水 就会释放出胡萝卜素变黄素 让面条变黄变灰 台湾人却偏爱白面 不肖业者就用双氧水 二氧化硫 替面条洗澡 漂白煎杀菌 是什么让面条变白又不意外 员工推说要问老板 但经过卫生局追查 业者添加了可以漂白衣物消毒泳池的次氯酸钠和盐酸 当中的氯一旦残留 就会导致恶心呕吐危害人体 地上的麻袋布袋倒出了更多秘密 一把把食盐大量倒进面团 刚起锅的面条不用拌酱料就很咸 盐巴能让面条脱水块更弹牙 还能防腐 问题是你不知道加了多少 眼里含钠 健康成人每天建议摄取量 两千四百毫克 看看大卖场这些包装面条 每一百公克 钠含量高达五百七百九百 甚至两千五百毫克 等于一天吃一到两把就超标 散装的连标示都没有 不只食盐 业者还添加化学原料 纯碱增加Q度 也会增加钠的含量 面条里的添加物 还包括这些改良淀粉 增白剂过氧化本甲锡 让口感更滑更白更有弹性 但过氧化本甲锡 不只会破坏面粉当中的维生素A1 甚至还会变异成禁用的防腐剂 它会转换成本甲酸 本甲酸钠 所以它就会出现有钠盐 本甲酸吃太多 累积在体内恐怕会引发肝肾疾病 避免过量累积 面类不准使用 添加物越加越多 健康却越减分 可怕的是全台湾 不放添加物的制面场 撩如成心 这间制面场除了面粉 水 少量的盐 不放任何添加物 所以吃面一做好就得冷冻保鲜 正在烘干的干面条 散发出浓浓的麦香 但颜色不见得讨喜 有的时候买东西你要小心一点 自己就拿捏一下 东西太白就是会有问题 自己东西 自己如果不敢吃的话 绝对绝对不要做出来害人 如果这两团面放在一起 您想吃净浅肤色 有点灰的 还是白到透出光泽 像是象牙的 美食美观的诱惑 像是带刺的玫瑰 越Q弹越美丽 放得越久越危险 魔鬼藏在细节里 你的选择决定你的健康 东森新闻城站秋萌青 在北部中部综合报道